较转两个月后,乌东战场上的僵局被打破 俄方宣称攻入利西昌斯克并包围大量乌军 至于被蹲裂此刻,可能到了俄军扫清残敌的阶段 俄罗斯军队进入利西昌斯克,乌克兰武装部队损失惨重 俄罗斯A&新闻网25日称 当天,俄罗斯联邦和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联军的突击部队闯入利西昌斯克 挤在那里的乌克兰武装部队正试图逃离这座城市 有迹象表明,乌克兰军队遭受重大损失 特别是乌克兰陆军旅第81旅在短短两天内损失了高达90%的兵力 报道称,总共约有7000名乌克兰武装分子试图在该市固守 但他们没有机会了,利西昌斯克实际上被包围 乌军已经不太可能逃脱,获得到增援 利西昌斯克通往巴赫木特的高速公路已经在俄军的控制之下 报道还称,与此同时,俄军在顿涅茨克地区也取得进展 克兰马托斯克地区的一个位于北顿涅茨克和沿岸的西多罗奥村被解放 这是一个关键的村庄,它距离斯拉维扬斯克仅10公里 斯拉维扬斯克是顿涅茨克的重要城市 被认为是俄军在拿下北顿涅茨克和利西昌斯克之后 在顿巴斯地区最重要的战略城市之一 利西昌斯克的战斗意味着 在北顿涅茨克利西昌斯克这一战场胶着了近两个月之后 俄军突破了乌军的防线,打破僵局 俄罗斯南方陈报说 车陈共和国领导人拉姆赞卡德罗夫说 北顿涅茨克工厂区和机场完全被解放 从ZOT化工厂内受罚救出了800名平民 报道还说,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和俄罗斯联邦部队攻入利西昌斯克 战斗正在室内进行 到目前为止,激烈的巷战正在进行 该市的几家工厂已被控制 俄军最近的胜利是在利西昌斯克南部的佐罗特地区 突破乌军防线 并包围歼灭大量乌军之后逐渐明朗起来的 俄罗斯国防部发言人科纳申科夫24日宣布 俄中央集团军突破了乌克兰军队精心准备的防线 消灭了对手,并从南部封锁了利西昌斯克 他说,在拉宾大将的指挥下 俄中央集团军突破了乌克兰军队精心准备的防御阵地 消灭了敌人,并进一步展开攻势 从南部封锁了利西昌斯克史 这一经典的胜利足以写进军事教科书 卡德罗夫说,俄军占领的几乎每一个战壕 都装满了手榴弹、弹药和其他物资 以及西方援助的标枪导弹 最近几天关于解放领土的消息不断传来 乌克兰军队在各条战线上迅速投降 基辅当局绝望了 因为他们不仅失去了土地 而且失去了士兵、装备 最重要的是失去了尊重 美国战争研究所的分析说 23日,俄罗斯国防部发布了 俄罗斯中央集团军指挥官 亚历山大·拉宾出现在被占领的斯特波夫的录像 拉宾抵达卢干斯克可能表明 赫里姆林宫正准备在未来几天内 宣布在北顿涅茨克取得胜利 该分析同时承认 俄罗斯军队可能在佐罗特地区 包围了一些乌克兰军队 乌克兰赫斯基地区官员报告说 俄罗斯军队从东部突破后 占领了该地区的所有定居点 这表明俄罗斯军队成功绕过 并包围了乌克兰阵地 俄罗斯国防部声称 俄罗斯军队在佐罗特·赫斯基地区 包围了1800名乌克兰人 不过西方媒体在极力淡化俄方胜利的意义 一些西方专家质疑俄罗斯 攻占北顿涅茨克是否具有战略价值 有分析说 北顿涅茨克战役的失败 对乌克兰来说是一个损失 但它不会是俄罗斯的决定性胜利 美国有线电视新闻网说 鉴于俄罗斯军队强大的火力 以及自放弃对基辅的战役以来 俄罗斯后勤的明显改善 失去北顿涅茨克 以及未来几天可能失去的利息昌斯克 可能已经进入乌克兰的计算中 每一个被防御的城镇 都提供了一个削弱敌人的机会 在利息昌斯克以西 一片开阔的乡村地区 没有多少明显的防御阵地 乌克兰指挥官将不得不决定 是否放弃这一地区 以便对斯拉维扬斯克 克拉马托尔斯克 和顿涅茨克工业带 进行更为巩固的防御 俄方尽管最近进展比较顺利 但也没想着打速决战 卢干斯克人民共和国方面声称 可能要花1.5周的时间 来解放利息昌斯克 对于这场经典的消耗战 双方目前还是有耐心 决心和能力继续耗下去